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 就对门徒说 你们知道过两天是如月节 人子将要被出卖 钉在十字架上 那时祭司长和百姓的长老 最集在那称为该亚法的大祭司的院里 大家相议要设计捉拿耶稣 把他杀掉 可视他们说 不可在过子的日子恐怕百姓生乱 耶稣在百大尼的麻风病人西门家里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 趁耶稣坐席的时候 囂在他的头上 门徒看见就恨不高兴说 何必这样浪费呢 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制穷人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 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 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 但是你们不常有我 她把这香膏敲在我身上 是为我安葬作准备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 来纪念她 当时十二使徒中 有一个叫加略人犹大帝 去见祭司长 算了 我把他交给你们 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 他们给了他三十块银钱 从那时候起 他就找机会把耶稣交给他们 随敲至第一天 门徒来问耶稣 你要我们在哪里 给你预备吃如月节的宴席呢 耶稣说 你们进城去 到某人哪里 对他说 老师说 我的时候快到了 我要和我的门徒在你家里 守如月节 门徒准备 根据耶稣所吩咐的 去预备了如月节的宴席 到了晚上 耶稣和十二使徒坐静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 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他们就非常优手 一个一个地问他 主, 主, 该不是我吧 耶稣回答说 和我站住在盆子里地 就是要出卖我地 人子要去了 正如经上所写有关他地 但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那人没有出生倒好 出卖耶稣的人带回答他说 拉比, 该不是我吧 耶稣说 你自己说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内 祝福了 我便抹开 帝给门徒说 你们拿去吃吧 这是我的身体 他又拿起杯泪 触借了 帝给他们说 你们都喝这过 因为这是我纳药的血 为许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赦 但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酒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内 与你们同学生的那日子 他们唱了诗 就出来往鑑纜山去